嗨,我们是第十四组,Storyteller 我们深信着在你按下快门的那瞬间,一则新的故事就诞生了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立即为这幅动人的画面或景色加上一则合适的故事 这时候,不妨试试教会Storyteller,让他来说一则动人的故事吧 要让电脑看到照片,用一句话来形容,其实已经有不少相关研究正在进行 通常,我们可以利用CNN,也就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进行影像辨识 分析照片中可能有存在的物件,再从资料库中挑选可能对应的句子 如同画面中所示,右边长条图显示照片中可能有的物件 而下方则是从资料库中挑选与物件对应的句子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要的,因为我们希望的是一则故事 在如何产生故事前,我想先跟大家说说Wart to Fact Wart to Fact是一种将字词向量化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去分析字词 其中Wart to Fact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Continuous Speck of Word Continuous Speck of Word,就像我们在念书时做克罗兹天空一样 将中间的字遮起来,藉由周围的字来预测中间应该是什么字 而另一种呢,相对于Continuous Speck of Word就厉害了一点 也就是Skip Gram 它的概念是给另一个字,让它去预测周围应该有些什么字 所以,我们到底该如何产生故事呢 这里就使用了Skip Solve Vector的概念 跟Wart to Fact所提到的Skip Gram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就是,给定一则句子,让它预测出上下文出来 而其中有一个End of Tag,也就是EOS Tag 这个Tag表示,看到这个Tag时,就表示句子已经描述结束了 而为了让故事能更有多样性 这里使用了Encoder Decoder Model 所谓的Encoder Decoder Model 是将至时向量经由Encoder量化成Semantic Factor,也就是语意向量 接着可以经由不同的Decoder,利用语意向量来重组句子 达到产生不同风格故事的效果 因此StoryTeller会利用先前的方式辨识完语意向量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产生新的故事了 详细可以由右边这张图看到 在生成新的字识时都会参考绿色的Semantic Vector,也就是语意向量 以及先前的字识资讯,来产生下一个字 这种方式让句子生成能较符合文法,也提升了字识的流畅度 以上大概就是整个StoryTeller的流程 这边是我们第14组的成员 刘辉亮、刘晓云以及王契翔 我们也将这些应用开发在各种不同的装置上 让使用者深圳能体会到StoryTeller说故事的能力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整个过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